我叫陳雨昕 我是一名歌手 當初其實我是什麼都不會煮的 覺得想要就是家人下班的時候回家 可以聞到很香的一桌菜 所以就開始走上我這個料理之路 比賽可以增加我一點點的壓力 知道自己的廚藝 到底可以走到怎麼樣的一個階段 我是林雲 Alice 所做的工作是加拿大的監視台主持人 因為我才剛剛回來台灣 我在台灣其實沒有很多煮飯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我是Live to eat 增粉就是為了吃 那是我生活很大的一塊冰粉 那剛好這個機會就來了 我就想說 那我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大家好 我是傅君 我今年兒子七歲 料理對我來說是一個熱衷一個熱誠 如果我今天是料理之王 我想傳達的是民以食為天 只要你肯做 絕對會有成果 誰說俊男美女不會做菜 太不公平了 長得漂亮長得說優惠主菜 我們來歡迎下面一組的選手進場 歡迎林雲、傅君還有陳雨昕 三十分鐘魚料理計時開始 林雲是一位演員 是 拍了很多廣告 平常都是接哪一類的啊 最近有拍的是染髮技的 喔 難怪我最近 調了一個代言染髮技 就是你搶去了吧 絕對不是我嗎 就開始罵人 好 林雲妳今天要做的是 什麼樣子的魚料理呢 我要做的是奶油 香煎魚排還有燉飯 喔 對 那妳今天選的魚是什麼魚呢 我今天是雕魚排 雕魚排 對 雕魚的魚排 跟著奶油一起煎 我現在沒有配燉飯 它整體吃起來是個 非常暖心的料理 我是六歲到溫哥華 十四歲的時候我父母就先 回台灣有工作 那時候就得開始自己 打理一些料理的事 對 加拿大人這邊有一個 喔 真的 我發現傅君算是 吵鬧型的參賽者 太吵了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妳要做什麼魚料理呢 是鮭魚 鮭魚 對 鮭魚做一個蛤蜊的奶油醬 我們通常在國外 尤其加拿大 秋季的時候我們會吃 稍微油脂高一點的魚 對 鮭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加酸豆的原因是 酸豆其實是一個特別好的 鮭魚的一個搭配 然後先炸它的原因是 要讓它的香氣出來 把水分逼出來一點點 把那種罐頭的味道去除掉 對 語心平常我見到語心都是在 大熱門見到妳 對 因為去年疫情就是 有點猖狂 所以就是利用閒的時間去做菜 而且聽說這個比賽是 語心自己來報名的 是 自己來報名 謝謝妳 所以這個菜也是妳在家練習 曾經做過的一個菜 對 先用冷油去炸十二顆蒜頭 拿這個蒜油去煎那條魚 每面煎三分鐘 再開始加一些配料 然後炒那個醬料 再把魚放回去燜 而且鱸魚其實對女生很好 因為它有滿滿的膠原蛋白 對 非常適合生產過後的女性吃 就是很多人拿來煮湯啊 什麼的 對 妳剛剛在訪問她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美乃滋 好 對 它就是一個法式的經典美乃滋 用手打的 待會兒會加入濕羅 因為濕羅剛好也是一個 很棒的鮭魚的搭配 然後這邊的蛤蜊汁 再慢慢的濃縮中 你這個燉飯的 這飯已經放進去了啊 對,飯放進去 因為它比較久的時間煮 所以得先做 給它慢慢的溫熱加湯 通常我們做RESOLO的話 高湯是要有溫度的 對,我剛剛有泡一下溫水 可能還是不夠溫 但是會盡量把它 平均的煮熟 好 謝謝老師 幾千塊現在麥克風拉那樣 都要開演唱位 我實在 無話可說 因為 欣賞美女在做料理 本身已經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我很有榮幸在這三個美女的環繞之下 沒事... 我真的太幸運了 你放心,你是搭配的 你是很好的綠葉 多高興我中間的攝影師 把你給擋住了 幼稚 幼稚 這個Cream Sauce Cream Sauce 對,它是 就是蛤蜊汁的base 我把蛤蜊的汁已經取出來 然後濃縮一下 代表就不用加鹽 對,我之後再調一個酸度 酸感 搭配這個魚的話特別搭 各位選手 還有15分27秒 我現在已經在調味了 哇 等一下 魚焦了 調味這個湯汁裡面有什麼啊 裡面有蔥薑蒜 然後還有 謝謝你提醒 什麼 OK,有香氣起來就好啦 那個魚的尾巴 那個是麵粉 還是那個是鹽巴 還是什麼 那個是麵粉 麵粉 對 它等一下悶一悶 顏色就會不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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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副主問一下 你那個鮭魚是有帶皮 還是沒帶皮 有帶皮 有帶皮啊 對 煎魚不掉皮 到底有什麼秘訣 有些會黏鍋嘛 因為你用不沾鍋 你用不沾鍋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黏 一般在煎的時候 我們一般 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不然就是鹽巴稍微醃一下 讓它皮有一點濃度 那鍋子不管會不會沾的鍋子 都一樣 你要熱鍋冷油 那鍋子一定要有點冒煙 再把油倒進去再把它 那個油倒出來 再加一點點油 冷的油 再把肉放進去 它就不會沾 頭掉了 看到 剛剛看到一個頭掉了 進入九分鐘 有人的頭掉了 其實我在家試的時候 魚頭也有斷掉 當下心情就是 不要自責 不要自責 擺盤擺得好就好 林芸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你現在鍋內 放的是什麼東西 它是杏仁片 杏仁片 燉飯跟魚都是比較軟的 但是杏仁它會給它一種奶香 然後又是脆的 就是多加一層口感 好像三組都已經差不多了耶 對啊 已經都在擺盤了 進入最後60秒 10秒 10秒 3 2 1 感謝三位選手 這道就是奶油香煎女排 下面是配燉飯 那這個是在秋天我特別喜歡吃的料理 因為秋天溫化很冷 所以在吃那一道我覺得 有點像喝熱可可的感覺 就是越有鹹越有甜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它的香味可能是會再重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現在吃到了 我只有吃到奶 那你的魚我覺得煎得還滿不錯 但是我覺得最讓它 跳出整個所有的味道 其實是你最後加上的那個杏仁 我們是料理之王 我希望在上面的被顯出來是王 如果以家庭廚物來做這樣程度 是非常好 如果以專業廚師來做 你的魚上面煎的酥度還不夠 火候還沒有掌握好 這些再改進一下會更棒的 凌雲的話呢 其實這三個裡面 你的魚肉的熟度是掌握最好的 對 我必須說你是魚肉掌握是最好的 但是就像阿花師講的 外面的脆度不夠 所以你在下渦溫度的時候 其實油溫是不夠的 謝謝老師 你有去考慮到所有的測試者 比如說它的軟硬脆 在這方面你表現得比 其他兩位好的 謝謝老師 鮭魚佐蛤蜊的奶油醬 還有搭配一個美乃滋是用 三次乾跟一點 一個有食螺 給它一種芳香的感覺 跟鮭魚的搭配是非常經典 非常好吃 富君 我覺得你的鮭魚可惜 一點點就是 太熟了 一點點 但是你旁邊的醬很好 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 謝謝 所以這個又把它補回來了 補回來了 對 富君 滴你的奶油醬的稠度不夠 它有點過水 所以它沒辦法扒在人家上面 再來就是你的鮭魚的熟度過熟 在掌握上其實應該是 你用脫油的方式讓它去熟化 但是你是用重複翻的方式 其實你這樣肉汁的損耗度 就會出現了 那其他的表現其實我覺得 都是可捲可點的 是好吃的 就這樣 謝謝 以後就多用心做菜少說點話 不是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啦 可愛 是好吃的 你很可愛 的確是魚肉稍微老了一點 對 從海鹹的時候是問我一句話說 師傅 我的菜好不好吃 我只回他一句話很難吃 你怎麼那麼過分 對不起 但是今天我跟你說對不起 那今天我看到你的菜進步很多 上次是如果50分 這次可以打到90幾分 可以 因為這個沒問題 很棒 很棒 對 魚它本身有鮮味 除了用薑去去除之外 加這個鹹精的味道 其實是非常搭配的 我的調味有點像是一個 廣東的煮法的概念 其實裡面應該要加一個 鹹芥醬 因為這個醃這個料 要三個月所以我來不及 所以我就運用它裡面的鹹精 還有橙皮去綜合 希望大家喜歡 魚腥 你裡面做的方法 應該是裡面最有味道的 但老實說我在吃 單純吃你的魚的時候 是最沒有味道的 其他的東西我就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的魚的那個嫩度都有 但是我覺得就是少了一點點味道 謝謝Jenny老師 如果你有加一點紹興酒下去的話 我有加 有加嗎 有 加得不夠 就是我吃的時候完全沒有紹興酒的味道 紹興酒的香味 黃酒的香味 會起一個非常好的協調作用 會馬上提鮮 就不會像他所說的 不夠味道 醬汁沒有入到那個魚肉裡面 但是要撐在你的蒜頭 你那個兩分鐘炒過再放進去 那兩分鐘很好吃 很好吃 那個蒜頭真的很棒 謝謝 先問一下啟賢哥 我的選擇是 傅君 右手邊的凌云 凌云一票 你這個小壞蛋 他還開心了一下 凌云一票 恭喜 Janet 那我要選的是凌云 左邊的傅君 有 OK OK 你們在玩倒坡嘛 好 傅君 凌云各一票 那我們來問一下Fred 請問一下你的選擇呢 我選擇凌云 凌云 恭喜獲得兩票 目前晉級 最後阿發師請問一下 我選了 傅君 傅君兩票 好 在這個階段恭喜傅君 還有凌云兩位晉級 那請余欣我們稍坐休息 等等見 好 兩位請 前面請 我覺得料理之路 其實真的很遠 比起專業廚師 他們十幾年的經驗 我就只有大概一兩年 我可以站在這台上 我真的已經很開心了 非常感動 能看到自己的練習有成果 感覺像做夢一樣 真的 因為我知道大部分上這個節目 都是專業的書師 但是我覺得評審們 有用另外一種方向去思考 我會繼續加油 繼續學習 這段階段 我們來看見 奇怪了 那我覺得大部分 嘴巴